主料,排骨头400克,黄薯苦瓜200克,黄豆70克,鸡骨架一副,清水1600毫升,辅量,酱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排骨头,鸡骨架斩键,用清水冲洗干净,再准备冰箱一小撮,烧一锅水,放进冰箱熬煮10分钟,然后加进骨头汆水, 用冰箱煮水可以去肉度,而且厘成品更加香醇,捞起骨头清水清洗干净,黄豆用清水浸泡后去皮,将去皮黄豆与骨头放进紫砂锅内,加入清水熬上一个半小时,大火烧开小火熬煮,苦瓜清洗干净后切块,加入汤中继续熬半小时,最后放盐调味,汤里加上三两滴酱油味道会更鲜美, 烹饭技巧,苦瓜要熟一点的,这样颜色才更好看,黄豆一定要去皮,再薄熟的苦瓜,薄熟的汤,没有了清苦瓜汤的苦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